各位老板 跟我来二手市场转转 看看有没有便宜又好的房车 刚刚倒下一台好货 基于大通V90底盘打造的一台C型大头房车 兄弟们 驴板绝对比玻璃缸要好 来自仲瑞公社的瑞士系列 22年上牌 一年零几个月 一万六千公里 这绝对是一台狠货 收车的时候连着一个轮椅往下搬 我帮车主搬的家 实在是没法玩了 后上门后直除位 超级五星级大房车 太漂亮了 麦克萨斯的杜克中网 注定它不是一台普通的V90 2.07柴油自动挡 后驱后双胎 22年8月份登记上牌 目前行驶了一万六千公里 该有的东西一样的不少 定速巡航多功能放往板 包括这个流媒体后视镜和前防撞和限高预警 长度5米99高度3米1宽度2米3 蓝牌C照就可以开 自动挡的没有包围期 它这个车两边都设计了这么大的储物箱 一边一个随便你放东西 这个设计就很赞 而且它是一个后上门后置厨位的车 飞亚马的进口直洋棚 联动踏步 然后柴油灶 在这里它取油箱里的油 燃料或许方式会比燃气灶好很多 整个一个大厨房台面 有水有电都可以用 这是户外的一个配置 铝合金的冷骨 联动的电动踏步 然后欧式防纹沙门 不同于以往的后上门房车 这个车的布局我给100分 上车第一件事先洗手 到家里先洗手 配置算是拉到头了 这边是一个隐藏式的厨房 重锐公社的东西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模仿不来的 冷暖的水龙头 一个两个厕所里还有两个 总共四个水龙头 这里是专门负责洗菜的 做饭洗菜 2000瓦的电磁炉 进口的吸烟机 进口的微波炉 然后储物空间比较大 这里只是一个厨房区域 在这里还有个抽拉式沥水 小布局演绎到了极致 如果我们不做饭的时候 这台面有意思 它可以加长之后来用来切菜 你多了一个台面 收回来之后 又不影响美观 这里只是洗手和打扫一下自己的位置 五星级洗手间 兄弟们五星级洗手间 不谈了 多美达的全进口马桶 老板堵铬着一套淋浴卫浴系统 然后这么大的洗手间 还带地暖的霜下水的地露 五星级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厕所是一个斜面 为什么这么做 我们看一下 成这样一个三角形 进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双开门全进口的156升大冰箱 上方冷冻下方冷藏 跟家里冰箱差不多吧 我感觉 整车呢 合载五人一个大五卧的设计 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床 床的尺寸还是蛮可以的啊 这是一个单床 但是尺寸是90乘以2米 所以一个成年人是非常轻松的 而且它不占地方 看见没有 这个卡座器和别人的卡座器不一样 它的五个座椅全部超前 在我们行事的过程中呢 不会头晕 你懂我意思吧 放下来呢 又是一张很舒适的双人床 并且这个窗户啊 也是很大的 这个外推窗 我来演示一下 兄弟们 已经比一般的外推窗要大了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非一门的设计 兄弟们 我可以整个把它掀起来 就是这个状态兄弟们 一个向往大自然的生活方式 没有人不喜欢 同时呢 防纹和隐私也都是兼顾着的啊 然后一张床两张床 你可以把它当做上下铺来使用 第二个我比较喜欢的区域 就是这张航空座椅 它自带一个可以翻折的一个小台面啊 我们看到五孔插座USB啊 柴油暖风和小的收纳柜 包括你的水壶的支架都给你做好了 在这里我们一边旅行 一边可以办公 同时这个按摩座椅呢 兼顾着通风加热的功能啊 冬天坐在这里就好像坐在一个电热毯上 我们的主卧区域是一个1米5 吹2米的双人大床 先至于来那是一个电视机 放下来是一个双人床 并且上面为了采光 还设计了一个全景的飞亚马天窗 这个床尺寸非常好 它这个间隔高度也非常好 同时在床的左侧还设计了一个大衣柜的位置 这边储物空间也非常的好 这是四路监控 为什么装在柜子里的 因为晚上黄眼睡不着 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声道 这是附身的一套音箱系统 特莱尔的顶纸公调 爱背贺的一套暖风系统 热水过炉 并且这车呢 800的如果太阳能板和800安时的零酸铁锂电池 配置几乎拉满啊 180升的清水箱和3000的那边气 就是这台车的全部设计了 柜子多 储物功能是真的很强悍啊 这台车与众不同的地方啊 在这里 兄弟们 它有两个充电口啊 这是一个试电220V的充电口 这是一个超级快充 就是我们的新能源 不到一个小时时间给这个电池全部干满 我们的取电方式不仅有太阳能板 有慢充 还有我们的超级快充系列 这就是重锐公社 目前全款31万8 你就可以得到这台车了 兄弟们 一台非常好的C型房车 再见